斑驳的照片 年代久遠的小故事 蕴含著多年如一的認真 二次大战时期 日月潭发电工程遭到两次轰炸 屋外变电所受到严重的破坏 发电完全停顿 台湾光复后 发电量只有正常的十分之一 可用电力仅为3.3万千瓦 发电量为3.6亿度 工程可说是千疮百孔 损害严重 台湾电力诸事会社 也在民国35年5月1日 改组称为台湾电力公司 依旧担负起电力提供的重责大任 当时原服务于台湾电力诸事会社的 3153名日籍技术员 奉命于1946年4月20号 到1949年8月3号 遣返日本 日本撤走台电的工程人员达三千多名 临走前还预言 三个月后台湾将陷入一片黑暗 当时担任台电机电处处长的孙运玄 立刻扛起修复战后 残破电力设施的重责大任 孙运玄与三十多名大陆来的技师 及日志时期的工业人才 如朱江淮等人合作 带领一群还在就学的省立台北工业职业学校 台湾省立工学院三四年级的学生 四处拼凑零件 一边修理 一边学习 在五个月内复原了台湾百分之八十的供电系统 破除了日本人的预言 电力系统修复不久 用电需求大增 政府因而引进美国援助 以稳定台湾的震惊情势 并派遣电业技术人才赴美实习 精进技术与学士眼光 期望以最少的人力 时间及财力 获得最大的功效 民国三十五年 先总统蒋中正 携夫人视察日月坛电力设备 先总统蒋中正将门排坛发电所 亲自赐名为大关 是现在的大关发电厂一厂 而蒋夫人将日月坛第二发电所 轻提为巨工 即是现在的巨工发电厂 巨工发电厂是调整池式发电厂 位于南投县水里乡巨工村 水里溪与冲归溪交汇的三角地带 为浊水溪流域日月坛区电力开发的主要电厂之一 主要利用大关发电厂一厂的微水引导 另与冲柜溪汇汇合流入冲柜调整池蓄水发电 以落差一百四十公尺的水力来发电 可得四万五千瓦的电量 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发电厂 这两所发电所成为国民政府来台初期 全岛工电的主力 设备容量约占当时全系统百分之三十七 对安定社会 稳定经济 振兴工业贡献许多 日月坛水电工程七十年岁月悠悠而过 轻巧地走在浊水溪畔 聆听着远方的隆隆机器声响 响起工作人员额头冒汗 齐心合作的历史记忆 浊水溪的电力故事将不断地继续上演着 台电用真诚写历史 让台湾亮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